今天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贝壳纹 再做在胶上面 你先把底油给涂好了 上次因为先做下面的纹路 所以上面这几个放diamond的位置就不够 所以不太好看 所以这一次先放diamond上去 我用一个透明的UV胶 手摊开 先点一点在中间 然后放一个像珍珠一样的半颗型的 在中间 然后旁边围一圈 围半圈 小小的状 这个是彩状 这种彩状很好 不管你把那个tap口涂在上面也可以 那个切割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完了那就烘一下 把这些收起来 然后用的是这个UV胶白色的 Purl white 笔呢是用这种尖笔 看到没有 这种尖笔 可以拿出来了 这个纹路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 拖一条线出来 拖一条线出来 拜拜 旁边 先记得是 换上去 记得是 里面小 外面大一点 几条纹路 你自己决定了 拖到外面的时候 然后你要把它外面的给 拉大一点 好 你的边手可以拿出来 很烫的 再拖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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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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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